环南市场出现了四名的确诊个案 而其中两名的染疫摊商 他们的摊位都是在市场的二楼 而今天市场规定摊商要拿到新的阴性证明 才可以进场做生意 而另外第一果菜批发市场也有一例确诊个案 今天早上在万大陆上的筛检站 继续进行大规模的PCR检测 由摊商是大苦苦水 他每天辛苦工作 还要一直配合筛检机动的掉下眼泪 市场不断传出确诊事件 碳商配合北市府安排做了好几次筛检 激动的哭了出来 台北市搞什麼東西 我没有很清楚 禮拜六一早台北市万大陆 滑中桥下的区民活动中心 涌现大批筛检人潮 因为前一天北農万大前进指挥所 进行第一果菜批发市场 热区PCR筛检 结果筛了两千两百四十九位 发现一位阳性确诊 民众都来求新安 附近的环南市场 前一天更出现四名确诊个案 包含一例就案 两例摊商 一例自治会成员 入口处管理员 要求买菜民众食联制 摊商更要有八号以后的阴性证明 才能进来营业 由于环南市场确诊的两位摊箱中摊位都在二楼 十五号将针对二楼热区进行部分PCR检测 阻断病毒继续传播 中央和北市府在市场寄出许多管制措施 看到疫情往好的方向发展 期盼一阵子能够清零 华智新闻江山洪黄烈林台北报导